嗨大家好我是妮塔 上禮拜呢我發了一個影片 是關於我在元大S&P 原油正二上面 賠了30幾%的影片 那下面有很多朋友留言給我 或是在Facebook留言給我說 才賠一萬多塊 你幹嘛要這麼傷心 一萬多塊根本就是小錢 像這些留言呢 以我自己的看法 我會覺得說其實在投資裡面 賠錢的話要看百分比 而不是只看這個金額 舉例來說如果你今天 像我一樣3萬裡面賠了一萬塊 其實這樣就已經是33%了 你今天如果 聽到一個人跟你說 我賠了50萬 那你會覺得 50萬很多當然很多啊 但是如果他今天的金額 有300萬呢 投資金額是300萬其實他也才賠了 16%所以這個東西 真的是比較而來的 我們每一個人 進入投資市場都是為了要賺錢 如果你忽視了這樣子的 百分比而只是看金額的話 你可能就這一個 這筆投資裡面像我一樣 賠了33% 另外一個投資裡面賠了33% 其實這是很危險的 因為你只注意到你的金額 而不是百分比 那如果你今天投資了10筆 都賠了33%呢 其實這是很可怕的 就像你說300萬他是3萬的100倍嘛 那如果我有100筆的3萬的投資 是不是其實金額就一樣了呢 所以 只是想跟大家說 千萬千萬不要去跟別人比較 賠了多少 因為他不會告訴你說他的本金有多少 那其實我從 擁有第一張股票 到現在其實已經16 17年了 我曾經最慘的 就是損失最慘重的一次 就是在2008年那次大跌 我在2007年的時候 用融資買進了全新 全新那時候還只是 就是算是小公司啦 然後 我那時候大概擁有了 80萬元的全新 是用融資的 這個他那時候是70幾塊 然後我都沒有賣 因為大盤還在漲 他比大盤還要早 開始跌 大盤那時候一路從 9850幾開始 一路跌到了 3955 然後我全新就從70幾塊跌到了10塊 真的是剛剛好10塊 然後就造成說我一直不停的被追焦 那時候我非常害怕看到明天的太陽 真的是每天都失眠 因為一開盤 又要開始面對那些跌停 又要開始面對有可能被追焦的情況 那時候天天的 你看你去看新聞 他一定都是在報說 整片綠油油 然後他的綠油油 不是只是數字綠喔 他是跌停的綠 所以他的畫面是整個都是綠色的 是很可怕的 那因為 2007年之前已經是大漲了 也不能說是大漲啦 就是當然是有起起伏伏 但是 趨勢是一直往上的 那所以我們就很容易忘記說 曾經有遇到跌這麼嚴重的情況 那 在那之後 我就是會很嚴守自己的 這個 停損點 就是再怎麼樣 我不能跌超過多少的百分比 那這個百分比每個人也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要自己去判斷自己能承擔多少風險嘛 在那之後我就不敢用融資了 而且我一定會留有現金至少一兩年我不工作 都可以生活的金額 那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這一次這樣子 一天賠了33% 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是 還蠻難過的 當然啦 投資不能有這樣子 這麼容易難過的 這種心理素質 所以其實我隔天醒來 我那一天真的是 當天發生了馬上就拍了那個影片 然後隔天醒來 其實我就已經好 畢竟投資就是有賺有賠嘛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在下跌的時候 能夠保留住你的現金 那不管是 嗯 就是真的不要 不要去凹單 不要去凹單 因為你很可能 賺了這麼多年 然後就賠在這一次 賠在這一次就賠光了 然後你就開始慢慢慢慢的存錢 所以 我真心的希望說 大家不要再去比說 看到誰賠得多 覺得自己就可以好過一點 因為投資是自己跟自己的比賽 我們從每一次的賠錢中 學習到 該怎麼樣賺錢 那當然啦 賺錢的時候很好 我們還是要有危機意識 要有風險意識 總不能 每次就像大賺大賠 那一直在做白工啊 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那在2008年的這一次大跌 其實就有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 因為我本來是打算2009年 要去美國讀英語教學的 那因為 不停的被追繳之後呢 也沒有錢可以去讀書 然後我後來去澳洲打工的遊 我打工的遊 我去當了麥當勞的櫃台 然後還有去飯店打掃 那時候一天有時候工作超過15個小時 然後一個月賺 18、19萬台幣 剛好也是遇到說澳幣還很不錯的時候 那這樣子的經驗 其實對我的人生來講 也是改變了很多 因為 讓我可以去面對很多未知的狀況 是很有機動性的 就像我自己現在在旅行也是一樣 我可以不做任何的規劃 然後到當地 再去看情況 然後想辦法 就是 過得很隨性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都是 在澳洲那一年對我的影響 澳洲打工旅遊這一段時間呢 對我來說也是很美好很棒的回憶 但就是人生就轉了個彎 就是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我對於風險控管上面 從此就變得比較謹慎 然後我會留下至少一兩年 不用工作 然後也都還可以生活的現金 就是要為了 為了做準備嘛 也許你會在上漲的時候 失去了一些賺錢的機會 可是當它反轉的時候 你的受傷也就不會那麼重 一定要做好你的資金控管 不能把全部的錢都放在股市裡面 然後下跌的時候 你才會有錢可以再投入投資市場裡面 長期下來 你就會是賺錢的 祝大家投資順利 然後希望下次下面的留言 都會是你們告訴我說 你們已經賺了多少 而不是比說誰賠得多 我真的不想要參與這種 誰賠得多的這樣子的比賽 我也希望你們不需要面對這樣子的情況 很奇怪喔 好像大家很喜歡講說 會出來留言的人比較多是說賠得多少 如果是賺的人可能就不會告訴大家 就像其實我賺的時候我也不會告訴別人 因為好像傷心 總是希望可以討拍一下 所以這次 上一支影片裡面才會有這麼多人留言 其實我有點驚訝 因為 畢竟這是我第一個關於投資的影片 然後我真的只是當下 很想要抒發我傷心的那個情形 傷心的這個感受 然後 沒想到 居然還蠻多人看的 希望下次是因為我發了賺錢的影片 然後你們也告訴我說你們都賺了很多 一起當這個投資市場裡的贏家吧 雖然這個是需要很久很久的努力 我覺得 投資是要花非常多時間學習的 而且 每一個人 能夠賺錢的模式 我覺得其實真的很不一樣 所以是 我就知道有人是非常 衝的那一種類型 然後可是他真的賺了很多啊 但是當我想要複製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根本就不符合我的個性 我就是沒有辦法說 在他正在 剛要起漲 然後我就跑進去跟著一起買 我比較煩的是 滴滴的時候 買著放著 然後等他上 那 沒有什麼對錯 投資沒有對錯 而且有很多的什麼技術 線型啊 或是各種不同的流派 告訴你說 應該要怎麼樣才會賺錢 可是老實說我覺得 沒有誰是最好的 只有最適合你的那個 投資方式 這個是需要花時間 去學習的 那 希望我們 能夠一起賺錢 然後 分享彼此的喜悅 好 那 希望你們能夠再次 就是收看尼塔旅行去 我會拍一些旅行啊 還有理財投資 這樣子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還有一整天 絲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